我也很遺憾 当时候如果这事情由网上来承报 那我当时候一定会处理 但是因为没有承报 所以错失了这个处理的机会 所以我也对这件事情 那我做一个当时候的劳动部长 我做一个首长我都要承受 所以对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候没有及时知道 谢一荣的状况来处理 我也表达我的歉意跟遗憾 部长知道这个谢一荣平常 他为人处事怎么样 他其实在我部长室的时候 我的观察他对同仁是都还蛮客气的 那也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异常的状况 那所以他后来到这个分属去当分属长以后 因为我有听到那些 就是网路上的一些录音档 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领导方式 跟这个带领方式 我想对同仁来讲 是一定会产生被霸凌的感受 我觉得是不应该 因为我的处事代人不是这种 所以我有点遗憾就是说 他在我部长是两年 我怎么带人 我是觉得将心比心 应该我期待的是 从这边出去 那是应该是一个温暖的首长 那应该让整个职场的细分 那整个职场的环境更友善 所以这个真的是对这样的事件 真的觉得很遗憾